哇哦,出大事了,美国大选后 以下这十类中国人要麻烦了 不知道宝贝们会不会受影响 姐姐希望你们不要受一点点伤害 千万不要把本视频传回中国 在美国更千万不要像视频中这个男人这样 在美国还说这些话 然后被美国送进监狱 你公职那边的警卫,这两边的警卫是跟着我的 你说一个事,你是律法还是不公民 这不重要,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美国公民 那么你更不应该在美国的土地上输同期 你要终于美国,你如果,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你离我一个安全的距离 你离我安全的距离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我跟你讲,我在这里 好,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如果是中国的护照 你知道我们现在把你拍照下来 你永远回不了中国 我们自己 我把你抓紧 你选个第二 你既然威胁我们 你威胁我们 你威胁我们 美国公民 你是美国的护照 你怕不怕,你到时候你就怕不怕 我就是跟你讲道理 我说是在美国 即使是在美国 你身为中国公民 你违反了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你回去照样可以制裁 你 万万没想到 讲这些话的人 竟然在美国受到制裁 嘿,大家好 我是许诗多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排华 历史上海外排华总共分三类 第一类 加拿大向所有华人收取人头税 等同于今天购买力20万美金 你是华人 如果我是华人 Chinese 我得给当地政府交20万美金 我孩子在交 我老婆在交 我老丈人在交 我丈母亲在交 我妈在交 我孙子在交 第二类是美国 限制华人移民 这个是最轻的 限制华人来 没有工作签证名额 或者没有资格来美国 这是最轻的 华人不许拿到美国公民身份 第三类最残酷 印度尼西亚 无差别 打砸抢 就是那个打死华人算自杀 美国的第一次排华是由清政府和美政府联合排华 就是满洲的王爷和美利坚和中国联邦政府联合起来 一块干华人 满大人要求杨大人好好管管Chinese 并非单方面行 如果今天排华 绝对也是某政府主导和要求的联合 某政府和当地政府联合排华 中美联合排华和我们同样是亚洲人的日裔美国人日裔加拿大人 他们在二战期间 他们的宗祖国日本是法西斯同盟 所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日裔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的私有财产被强制没收 然后人全家老小 无论他父母出生在美国还是加拿大 全家全送到集中营 也有可能参考这个 凡中国血统 凡出生在中国大陆 一律送进去 全抓 父母一方是中国人的 抓 一个字抓 无差别排华 有没有漏洞 有 总统可以提名豁免 州长可以提名豁免 剩下的全抓 以下十类人根据美国法典内部安全法间谍活动法 很有可能被逮捕 官养和驱逐出境 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美国加拿大全面流行麦卡锡主义 那有些人就麻烦了 第一批该排的人 共产党抗领导 原配以及子女 姨太太和私生子 财产地产 游艇贵重的物品全罚没 根本不受美国加拿大宪法保护 白手套子女私产算啥 私有财产在西方也不受保护 到时候这些人的私有财产不受西方和瑞士宪法保护了 sir this way 华人自己就给他定位了 第二批千人计划成员 以前美国的司法部网站有这个解释 今天这个被抓明天那个被抓 那就是千人计划的名单领着人 按着名单抓 各大公司的华人匪谍 所有科技生物制药 航空航天等高精尖公司全抓 第三批前央视做上宾 主导意识形态的司马加头本人以及家属 橘座小军本人以及家属 甲瑞士人威尔逊爱德华兹以及他家属 胡编以及家属以及各个主导意识形态的 Chinese全装 和西方意识形态相对立的 主抓意识形态这帮主导舆论的人 家属全带走 第四批各省市商会会长 副会长各省市同乡会会长副会长 Their this way 第五批海外亲中的文宣工作者们 所有大外宣平台 所有员工 所有股东 所有报业媒体网站电台 所有亲共的全抓 Their this way 有人领着就去了 第六批公派留学生 学生会主席骨干 抓 第七批各平台海外网红 类似某某在美国 谁谁谁在洛杉矶 啥啥在东京 谁谁在温哥华 什么哥在纽约全抓 所有抖音快手 返美亲中的全抓 包括那些杨武卯郭杰瑞全抓 外国籍也保识 第八批亲共的名人 洛杉矶卖保险的某某 开饭店的某某 亲共的维吾尔人 亲共的藏人 太多了 第九批 收到过人家钱 拿钱为组织参加过活动的 有组织有预谋 上街或者在网络参加过人家 听某组织的活动的 怕不怕 游行的 这批人也有照片也有录像 到时候也Sir this way Sir this way 第十批 亲中国的留学生 新老移民 亲北京的港澳台行马 华人 大致就这样 别恨我 我是推演 这事跟我没关系 到时候也抓我 到时候排华也排我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 所以你别恨我 这事也不是我主导的 我是给大家推演一下 但是有一部分华人和中国人是可以豁免的 第一类 你是中国人 中国政府的敌人 你是中国人民的眼中钉 判过删颠的 判过颠覆国家的 这绝对豁免 你都让这个政权给判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 或者颠覆国家政权了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了 你百分之百豁免 你是藏独 藏人行政中央 亲自写信保你 你绝对能豁免 你百分之百豁免 你是台独 你是被蔡英文李登辉加为认证的 百分之百豁免 你是江独 你认识热比亚 热比亚亲手亲笔签字 保释你 你是蒙独 你是南蒙古大呼拉尔成员 你能流利的讲蒙古语 蒙古 俄罗斯那边有亲戚 人家担保你 人家保释你 满洲国流亡政府总统 如果五分钟之内能给你facetime 脸对脸对上话 我估计这排华太保 勉强也不抓你 去日本亚太民族自由大会 开过会的 豁免 全豁免 天主教 梵蒂冈教皇 亲自认证的 有这个蜡印的 纲印的 这一张证书 直系三代 全豁免 如果你家里有圣保路六世 若望保路一世二世 本土十六世 方济阁亲笔签名签字 有蜡印有纲印 拉丁文的荣誉证书 世代豁免 教皇都给你写证明了 你还说啥 美国总统见上教皇都得净三分 净三分还不够 都得下跪 美国穆斯林协会 穆斯林长老 专门来保释你 没问题 能流利的讲朝鲜语 我估计你能流利的讲俄语也行 你能直接说俄语 估计美国也服你 美国人一听也害怕 放了不好处理 俄罗斯真敢扔原子弹 不敢惹 俄罗斯公民放 你发现一个问题吗 1949年10月1日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公审过一个俄罗斯公民 你想一想 新闻联播有没有一天 说谁谁俄罗斯公民在中国公审了 你别说墙壁了 那是更没有了 公审都没公审过 如果你练某功啊 这个是不好说 也不知道是排还是不排 为啥呢 人家排华 某功宣传就是华 某功宣传不就中华文化 你人家排华到底排不排他 现在不好说不好定位 以下人士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全部豁免 为美国加拿大国家做出重大卓越贡献的 得过奥运会奖牌 代表美国加拿大拿过诺贝尔奖 这绝对豁免 连想都不带想 没有任何疑问 绝对豁免 为美国加拿大带来先进技术 比如 爱因斯坦 比如 封卡门 比如 某个大师 带来这个空气动力学 啥 没有啊 比你国家还先进 你不能说我带来减脂技术 没他妈用 一点没用 你对人类文明没有贡献的 没用 我吹那个猪马店 但葫芦 拿过奖 没他妈任何用 该活埋 还是还活埋 比如 郎平 代表美国国家队 拿过奥运会金牌 这是豁免 郎平曾经代表美国 战胜中国了 这是豁免 假设 中国又开始运动了 华人华侨又开始受苦受难了 你不可能 把人家邵一夫家人抓起来 人家又捐钱 又捐楼 全国哪个城市没捐楼 你这样的人 你给人家抓起来干啥 邵一夫亲属抓起来 说不过去 你给人家家人抓起来干啥 丢人们 传出去也不好 第三类 直系亲人 为美国加拿大 战死战伤 因为服役导致伤残 可以全家豁免 为啥 流过血 吸过生 这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成为共同体的条件 就是出技术 流血跟出钱 你一样不占 不出技术 偷技术 不出钱领福利 不流血天天想占便宜 孩子以后当医生 还是当律师 给我孩子送 哪个学校十分小学 学校十分小学 你老占便宜 人家能不排你吗 就一个字抓 英文 sir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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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太强了 尤其是广大的同胞 积极性太高 没办法 尤其北美混的不容易 他没事干的 我认识一个homeless 啥活不干的 天天领着福利 在网上研究今天举报谁 明天举报谁 后天举报谁 不为挣钱 就为人家举报完高潮 炉内能高潮 你挣钱炉内能高潮吗 人家举报完 炉内立刻高潮 美国排华 那加拿大也跟着百分之百排华 北美排华就意味着欧洲也要排华 为什么欧美欧美人家是西方一体化 就是华人的灾难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曾经啊 占的便宜太多了 看不下去了 华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人神共分了 排一个字 今天我既然要录制这个视频 我就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同胞们 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真排华咋办呢 大家听完这个视频 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躲过排华 一千万千万别在你家门口贴春联 尤其那个门上 别再贴什么福 全死了 你贴上帝 你别贴福了 你别贴春联了 没用 不是排华的事 这就相当于你告诉了广大的黑命贵 零员工 这家随便去明抢 这家战斗力是零 随便 你贴这多余了 所以看完这视频 就以后再也别贴 你贴一个春联 或者贴一个福 就相当于中国 那拆钱队 往这墙上写一个拆 是一样的 就告诉大家一个信号 第二点最重要 你千万千万再别姓 白家姓的质疑了 你找王李赵留去全改吧 名字全改了 真排华了 I'm Filipino 我是 I'm Vietnamese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菲律宾人 一看我 什么叫 詹姆斯 Jackson 怎么能跟中国发生关系呢 发生不了关系了 您的本名叫什么 叫Angelo Stuart 是俄罗斯名 是吧 三 晒黑点 你这太白不行 你晒黑点 你说你是缅甸人 从墨西哥口岸跑了 你别海关或者民兵 或者什么很多贱人 自发的组织要排华 前几个月 乌克兰境内大量的人逃离乌克兰 有外国人 所以当地民众黑社会 或者当地前强力部门 自发的建立这个阻拦点 阻阁点 谁过就抓 就有钱就拿 你到到那时候 你一看护照 张王立照 直接 身上有啥都交出来 或者也不让走了 这四位又进去了 所以名都改了 一听 跟这个国家 跟这个民族不发生关系 晒黑点 晒的一看 跟孟加拉国人似的 跟那个缅甸人似的 行了 到位 第四点最重要 你可以流利的讲日语 韩语 其他外语 一直打电话 来了 嗨 嗨 嗨 すみません 嗨 大家就不得 一边打电话 一边跑 收拾行李走了 从墨西哥边境就跑 嗨 大家就不得 用外语打十分钟电话 没露信 赶紧跑 妥了 五 你长得根本就不像中国人 你说你是中国人都没人信 懂得声说自己是中国人没人信 俄罗斯人都不信 不可能啊 哈萨克维吾尔这是有点优势的 六 俄语满机 还认识俄语 那你是玩的最高的没办法 永远领先别人好几年 你是高人 如果美国排华 加拿大百分之百排华 北美排华 欧洲百分之百排华 全球一体化 无处可躲 只能回到猪马天案了 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你今天知道啥意思了吗 你不能掩耳盗铃 头像用一个Hello Kitty 或者头像用一个日本人用个洋人 我辱之我反华 排华是不排我 那你不掩耳盗铃的吗 那排华还你说的算的 你是排华委员会会长啊 你今天的行为再这么继续下去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基本上就是按照我这个视频推演了 好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没事定位 排华不要紧 该来的早晚要来 出来混 早晚要还 没事弟兄们排华 也排我 到时候咱集中应驾 觉得吗 有点意思 还有 好 你好 你